今天我们拆奥特曼盒盒大小两个盒盒 我们先拆这个大的吧 里边的东西不少啊 奥特英雄 荣耀版 第23弹 不共6位角色 隐藏款还是泽塔 第四西姆天爪 换彩 我们先拆它 小伙伴们看看今天浪哥能不能拆出隐藏款 一包组件 还有一包地台 组件包好大呀 里边还有一张组装说明书 地台上写的泽塔奥特曼 第四西姆天爪 应该是个普通款 一共36个组件 开出组中 泽塔 第四西姆天爪 你先去旁边站一会儿吧 接下来我们拆这个纪念币 赛罗奥特曼的纪念币 里边还有三张奥特曼的贴画 还有一张卡片 中纪念币收集册一本 哇塞 今天浪哥撞到了 以后我们去找老板兑换收集册 接下来我们拆弹仔超人的大锁头 挖开密码处 蓝色的是5 粉红色的是4 黄色的是2 打开啦 里边只有一包糖果 接下来我们开这个泰家的锁盒 拿出钥匙 打开啦 里边有一包糖果 还有四个水晶小人偶 浑身静音剔透的 大盲盒里边剩最后一本卡片 我们拆开它 维克特曼奥特曼H2卡 左右晃动还能转换形态 还有一张横版的SSR卡 还有一张耐克斯成年形态的U2卡 剩下的都是一些普通卡片 接下来我们拆这个小盲盒 永恒闪耀特离家 看着像布鲁克的隐藏款 手里还拿着武器 我跟泽塔站一起吧先 还有一个杰德奥特曼的荣耀兄章 对面还有55周年的字样 还有一包荣耀版的卡片 我们拆开它 一张耐克斯终极赛罗装甲H2卡 左右晃动还能转换形态 还有一张横版的SSR卡 一张特离家空中形态U2卡 其他的卡片都是一些S2卡跟R卡 今天亮哥收获了这么多 最重要的是 中了一本纪念币收集册 我们去找老板兑换吧